11月12日 遼寧省衛健委通報 大連新一輪疫情8天內已造成215人感染 11日新增的52例確診病例中 有30多人是莊河市大學城的學生 有80多萬人口的莊河市啟動全員居家隔離 居民被要求 足不出戶 11月13日 莊河市一家酒店的員工告訴新唐人 很多外地客人被封鎖在酒店裡 大連整個群都封了 封閉狀態 進不來出去 家裡邊都貼著封條 前就是外地的嘛 出在這住的 第二天突然之間就封城了 哪也做不了 又就是隔在這塊 莊河市視頻拍攝者王健12日說 全莊河市家家封門 他們正在做新一輪檢測 早晨呢 讓我突如意外的驚喜 可以打開封條下底下做核算 通過跟做核算人員的接觸 瞭解到最新的信息 莊河昨天大學城這邊說是出房由三個人 得了這個新冠肺炎以後 昨天測出來的可能疑似病例 現在已經被連夜轉移到大連去了 王健說 莊河有兩個大學城 不少學生被拉走隔離 連送快遞和送外賣的人員也被感染了 不少當地網友也揭露 莊河市戶戶貼封條 14天不准出門 居民被告知 如果破壞封條將被集中自費隔離 在推特上 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 當局派人正在逐門逐戶的貼封條 有的乾脆用鋼條將門焊死 還有多個視頻顯示 11日 大連市當局派出許多大巴士 將多間學校的學生和老師拉走集中隔離 在莊河市華城小區 被封閉的居民11日夜間喊樓 抗議物業不提供食物 導致斷糧 還有居民撕床單做繩子 從樓下往上拉食物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李韻舒燦採訪報導